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等待 等待 再等待 心儿已当碎 我和你适合了 勇得已降水 好 作曲 作曲 感谢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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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总 不好意思 讨扰各位了 我先干为敬 您把我调到资产评估部好不好 我肯定不给您丢脸 你是故意跟来的吧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你怕门口停了半天才进来了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要不要在门口停半天 你进来管他叫陈总 你这么做 非但不会让我对你产生一丝的同情 还会让我非常讨厌你 别动 李永泽 我给您照个代价 真美 吃吧 跟我姐比起来呢 不是 这怎么能放一块儿笔呢 他美他美 老代 你怎么连个大铁疙瘩醋都吃 我告诉你 这可是一套宋命题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 我们家老代最美 那有多美呢 就四个字 清活清成 陈日落雁 玉月修花 你做什么 国色的音箱 行了 你就别卖宽了 你赶紧说吧 哪次次啊 好看死了 你这一晚上可算是乐了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 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事业 也都有自己的爱好 唯独我 爱好没有 学的还用不上 对了 我一直没问你的 你学的什么专业 小宇学的海洋 海洋什么 海洋生态和海洋气候的关系 这可深了 这有什么好深的 不就是 冰江云 雨凌凌 鸡牙有窝偏不尽 水冬川群山大浪 蚂蚁搬家蛇过道 鱼要烂跳 但要来到吗 你说的是规律 我们研究的是关系 我说的也是关系 姐姐 下大雨之前 后海的鱼都要往上跳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气压破坏了 鱼和水之间的关系吗 对不对 我差点棒了 怎么了 老柴明天在咱们店里宴请 弄来两条忘了鱼 特贵 今晚盛仙就到 我得联系一下冯夕 那叫忘不了鱼 马来的 少见 我说你今儿怎么不喝呢 原来明天晚上要喝大酒吧 我打个电话 那你去吧 你说 那个柴总啊 是不是对老代 你现在图谋不轨啊 我觉得是 不是 你的反应这么大呢 我跟你说 我姐在这点上 特别的有分寸 她就算是嘴外野鞋 包围鞋 她你都不会看上蝉影了 你就放心吧 那我就放心了 用不着放心 没有错不了的事 我去找她吧 好 等我呢 我 我没喝多啊 我就是喝困了 喝困了 舌子都硬了 那衬衫上是什么呀 吃吧 这是什么呀 不知道 是吃饭腾不上去的 你咱就着我这手 赶紧脱了 我给你搓一把 脱 脱脱脱 脱脱 脱 你最好连我一块儿脱了 省得我自己写 走着 往哪儿去用呢 真是 你今天请了谁啊 老陈 彭发吕燕那个老陈 我跟你说过 老陈带女的了吗 没有 你们唱歌去了 没有 他们去了我没去 你们商业应酬 逢场做戏 我不跟你深究 请你下回说实话行吗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我要去唱歌 我能这个点回来吗 杜世君你有劲吗 哪儿跟哪儿呢 好 欢迎再来啊 谢谢 还没走呢 刚才小雨来电话 说明天柴总有宴请 一会儿有声纤发过来 得有人接 要不你先走吧 我在这儿等着 我等吧 反正我现在跟李婷联系 也都是后半夜了 得等她那边下班了 现在回去也不睡 行了 那我跟你交代一下 你跟我过来 这冷藏柜今天刚保养过 现在是断着垫的 一个小时后 就把垫给插上 里边的东西 我都已经挪到冷冻柜里边 你看 这边贴着刀线的 你走之前 帮我都挪回去 要不然明天来了现节洞 去营柜业了 好 刚才你说的那个生鲜 到时候一定要放在 这个冷藏柜里啊 千万别忘了 放心吧 记住了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戴小雨 刚走的时候 老刘约你后天吃饭 你怎么没答应她 我看你这表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哦 我觉得还是拉开距离吧 不是 为什么呀 你不是挺喜欢她的吗 怎么了这是 喜欢只是一时的感受 但不代表她真的适合我 什么叫适合 什么叫适合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功利呀 非得豪车 大方 你家财万贯才可以追你啊 不是 我突然一想啊 好多三十岁了 不能再为了一时通通冒险了 她人很好 但对于未来没有规划 为了一个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就可以清净所有 那这种日子我可受不了 跟她在一起 只有一时的快乐 没有一直的安稳 这事急不来 你看我跟于宋阳 我俩这么好呢 不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同 两个人得慢慢磨合呀 你们俩的不同是喜好不同 我们俩的差异是三观差异 三观的矛盾才是不可调和的 就算在一块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也别耽误人家 慢慢拉开距离就好 不是不是姐 我觉得吧 你也别过早下定论 既然你都已经想到了 今后这个问题 那也就说明 目前在你心里 是接受这个人的 给互相一点空间 说不定他愿意为你改变呢 对吧 我不会逼任何人为我改变 因为我就不会为任何人改变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凡事都不要说得太满 在这个事情上 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 谢谢 晚安 晚安 好好想想我的话啊 喂 今天没打扰你吧 没事 我已经回家了 你这是在哪儿啊 在店里啊 你还没看过我们店吧 我给你看看啊 来 纯夕 我有事跟你说 你说 我们分手吧 你等一下 别挂 你好 你的白地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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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 但我必须向你坦诚 我不想耽误你 你不想耽误我 你怎么这么伟大 我们俩在一起十年了 你现在说你不想耽误我 你想你还是人吗 妈妈 你现在骂什么我都接受 你骂吧 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谢阎 我其实觉得我们性格不合适 性格不合 你当初追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性格不合 我陪你从初中读到博士后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性格不合 我跟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性格不合 你钻进我背窝 我不想出来的时候 怎么不说性格不合 现在你出息了 高尖端人才了 突然发现我们性格不合了 想 想 你怎么这样啊 你去人吗 冯夕 冷静一点 好吗 我 我真的想跟你好好聊聊 但是如果你想骂可以 我等你骂 等你骂够 等你冷静下来 我们再聊 我不想说 你千万别瞎想 我不是什么见义思迁 你知道这次出国 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一个人生活 第一次生活里没有了你 我学会了照顾自己 才发现原来照顾自己 并没有那么难 你只要让我意识到 一直以来我对你的感情 是一种依赖 它不是爱 我不想骗你 我现在想把所有的时间 和精力 都放在我的学业和研究上 你知道吗 我现在每一次回到宿舍 我一想起我们之间的这种事 我就会觉得很烦很累 现在有一点时间我想多看文书 我去和导师交流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对我来说 感情的事 可以先放一放 可是我怎么爱你 林响 你怎么忍心 我要怎么做你再不可以 冯夕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需要好好开始你的生活 对不起 冯夕 我不再爱你了 我话说完了 你怎么做 我不再爱你了 快崖了 然后不再爱你 你怎样 你得带你 我的 STRONG 我先来 我也打开 iš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在店里啊 怎么睡这儿了 你 你这儿喝了多少啊 你 没怎么睡 你哭了 没有 你放好了吗 放好了 李宇呢 爸 上我了 你把红鱼给弄上了 你是装满我的吗 让开 我忘了 忘了 来 你自己看看 自己看看 你还不如去把这鱼给放到外面 里边的冰袋东西到今天早上 这鱼冻上了再换壳就没法吃了 你知道吗 全完蛋了 我昨天晚上让你把冷冻柜里的东西挪回保鲜柜里挪了吗 还在冷冻柜里是不是 我特意嘱咐你了吧 你告诉我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中文营不营业啊 做全宿摘啊 就交代你这么点事 你咱们就办不好 好 我错了 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赶紧通知他们 中午取消吧 别呀 再想想办法吧 冯夕 理想理想 你脑子能有点别的事吗 我骂你 我抽你的心都有 等着吧 喂 我起了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啊 小语 对不起 大姐 你对不起我 你太对得起我了 你这一下子 能让我这公司成为焦点 你知道吗 我跟人家保证再保证 你跟我保证再保证 都当放屁的是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太难过了 难过回家难过去 这是生意 我们大家拿钱陪你成长呢 师父 我妈还陪你抱头痛哭啊 今天这个客人 对老差有多重要 你知道吗 弄这条约有多不容易 就是为这鱼组局呢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 换什么 我怎么跟老差交代啊 当初我就觉得你不靠谱 是尤珊珊力挺你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别看你岁数不小了 但你精力太少 尤其是在男人这方面 小语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我要是昨天不早 你别听她说话 这回不把她骂醒了 她还会犯病呢 你听见没啊 好了 有问题解决问题 把情绪都收一收吧 乱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有这时间 不如大家许现在万发 你就是骂死她了 这鱼也做不成了 来 这样 我现在去各大海鲜市场找鱼去 你发个朋友圈 问问同行 能不能帮个忙 行 小语 小语 你消消气 给老柴打个电话 一无一事把这事说了 别隐瞒 她是打是骂 但都得接着 起码争取个好态度吧 我去找鱼 我去找鱼 来手了 你们知道今天我请的人是谁吗 马车网的创始人刘兆贤 你们知道今天这个局多重要吗 上亿的项目 你们知道我弄这点马来忘不了 与我费多少劲吗 我花多少钱我找多少人 你知道吗你们 柴总 这事都怪我 我也有责任 你先消消气 咱们一块儿先想想办法 反正无论如何 今天您这顿算我们的 我是没钱吃这顿饭是吗 戴小语 我来你们这儿 是不是为了照顾你们的买卖 戴小语 你昨天是不是拍着胸脯跟我说 肯定没问题 是不是你 你今天为什么不自己盯着这个事 我每个月给你发钱 就是为了让你 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 对吗 柴总 我就先当务之急 咱们先想想办法吧 您就算骂死我 这事也解决不了 谁想办法 我想办法 我花完钱 你们把东西都给我糟蹋了 然后我想办法 我想不了办法 你们全北京城给我淘去吧 东西给我淘出来 你看 牛总已经去了北京最好的海鲜市场 买了最好的东西班和大闸鞋鞋鞋 其他地儿吃不到这点东西 是吗 知不知道什么是马来忘不了鱼 反正你们想办法 牛我已经吹出去了 晚上六点准时开启 你 如果在这个事上 你们让我颜面扫地 你辞职 我退你们卡 什么事啊这是干的 知道了 我不是吓唬你 我不是吓唬你 如果今天搞砸了 老柴要退卡 这钱就从你这儿出了 谢了老爸 怎么样啊 义堂 给我吊汤 海参鲍鱼松龙鸡 上火之后给我出八只蟹粉十字头 好 明白 老范 出一块M75成 把优等刚买坏的旁一根鱼 都给我蒸上 一瓶青花棱备用 好嘞 孙姐 马上给我进最好的南豆腐 要多少 几个人啊 六 六块 好 我让我司机送你这边走 来来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叫你们再见 好 今天我安排的菜啊 露露 简单一样 客气 家长菜 大概是 开头 我来介绍一下 刘总 这是我的朋友这儿的老板 刘珊珊 刘总 刘总您好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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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特别习惯别人叫我刘总 因为在公司里面 大家都不这么称呼我的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应该 我们的称他为刘博士 您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我随大家吧 刘博士 我今天来是特意给您道歉来了 这话从何说起啊 是这样 因为我们管理疏漏 把柴总特意为您准备的骂来 忘不了鱼给冷冻了 知道您尽多识广 那这鱼我们肯定不会解冻的再上桌 是我们的失职 我给您赔罪 又总不必 不必 你看 来 露露 我们的错 我们的错 坐一坐 客气了客气了 坐 刘总 你真是太客气了 我今天到这儿来 不是光为了吃这顿饭的 最主要的是 今天下午 我们在柴总站聊得特别的好 我想吧 我们两家公司的项目 能够顺利地进展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是的是的是 至于吃什么样的鱼 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 你觉得呢 柴总 是是是 要不说刘总见多识广 是不是 对啊 大人大量 我个人 来 我来给您倒我钱 不用不用 谢谢谢谢 您随意 您随意随意 柴总啊 我们做IT行业的 不像其他的企业 那么循规蹈矩的 就像我 从来不要求员工的着装 一切以舒服为着 只有做到顺其自然 才能够水到渠成嘛 你说呢 是是是 您这样的老板实在太难得了 是不是 真的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啊 我们特意更换了今天的主菜 那可以上菜了吗现在 可以啊 来吧 冯夕 上菜 好 好 我们给各位贵宾制作的是一道绣球豆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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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儿 一块儿豆腐 红切八十刀 竖切八十刀 每刀都不能断 并且深度突出 好 吃点 好 好 挺大的 好 好 哇 好 这个 好 好 热粉狮子头配绣球豆腐 海参 鲍鱼松茸掉的汤 加上酱香四溢的白酒提味 请慢用 刘伯师 您看这横八十刀 竖八十刀 还开出六千四百个花瓣 这豆腐 叹为观止啊 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才好 窗外春雨贵如油 盘中狮子滚绣球 祝柴总 刘博士合作愉快 谢谢 谢谢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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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刘博士 今天我擅自就把马来忘不了鱼 换成了绣球豆腐 请您海恒 柴总 这马来忘不了鱼虽然少见 但是能吃得到 这绣球豆腐我是久闻齐鸣 但是从未亲眼见过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今天能够一睹真容 我才是万分荣幸的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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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好 怎么说 绣球 这象征着我们两家公司联手 锦绣前程 还是刘博士懂 知道我们的用心良苦 谢谢 谢谢 来 都倒上酒 来来来来 来 珊珊 戴小语都倒上 预祝我和刘博士的合作 锦绣前程 大吉大利 谢谢 大吉大利 谢谢 尝尝尝尝尝尝 这舍不得动筷子呀 看张霍南包也大黄大了 必须 所以 你怎么在这儿洗碗啊 没事 先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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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谢我 你应该敢谢我爸 那刀猜是我爸叫的 就在电话里交的 怎么可能啊 是我第一次以主厨身份上班的时候 回到家他见我的 叔叔也是厨师 是 那替我好好感谢一下叔叔 我不知道你失恋了 骂你骂的点狠了 别介意啊 不过我还是想跟你说 今天这件事算是完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没那么多绝活跟你纠缠 再有下一次 不就辞职不干了 爱你 爱你